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众所瞩目的历史性川金会12日将在新加坡登场,被韩领导人金正恩金,10日下午已搭乘专机抵达张仪机场,并下台新加坡瑞吉酒店,The ST Regis Singapore,另据当地媒体报道,金正恩的包妹金与正四湖也抵达了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, 金正恩一行人抵达新加坡后,大约30辆车所组成的车队在下午3040分抵达新加坡瑞吉酒店,金正恩的专车士兵士S级顶级轿车,和他今年4月在板门店与南韩总统文在寅见面时所乘坐的专车同款。 海峡时报指出,车队抵达瑞吉酒店后,有一群身穿黑西装的男子围住一辆黑色轿车跑步跟车,这辆黑车可能就是载住金正恩。 联合早报指出,在车队抵达前,有辆巴士提早约一小时抵达酒店,超过20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从巴士下车后,在酒店旁坐好准备迎接金正恩。 报道称,这些人可能是金正恩的保镖团队。 另外,海峡时报指出,下午3时45分后,第三架北韩专机抵达张仪机场。 据报,这架高力航空班机载有金正恩的包妹金与正。 稍早媒体指出,今日有三架飞机在不同时间从平壤飞往新加坡,第一架飞机是一流身-76,IL-76,运输机,载有金正恩此行所需的物资,第二架即金正恩搭乘的中国国航专机,最后一架据悉是金正恩的私人专机苍蝇一号。